然後這一套的話啊 它雖然是後葉 但是它裡面是有翻翻書 然後我覺得它的翻頁設計就比較有趣一點 畫風也很可愛 像這一本是字母的 這三本是一套的 然後它 哎呦 它這個字母的話 它就是 A is for alligator 然後 B is for bear 這樣子 它就每一個 每一個字母都有些一個照片 就有一個圖片你就知道是什麼 然後再放開 就是用念的 我覺得畫風很可愛 然後畫面很簡潔 但是 就是在對應字母上面 就是 也效果也很不錯這樣 快速翻給你們看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數字的 數字的就也很可愛啊 那就是 One polar bear Two turkeys Three gorillas 這樣子 你看 很舒服的夏日風格 然後一直到 這個數字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應該 雖然它看似好像是低幼的寶寶書 但是 不然就是 換不同的方式啦 如果你用簡單一點的方式 帶小朋友的話 它使用時間就長一點 不然的話 看內容感覺是 也是大概三歲吧 兩三歲 兩三歲 兩三歲會比較好 然後 那個 這個 這個很好玩 你看這樣子 open closed open 它是應該要打開是open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up down up down near Far oh no it's gone 我覺得其實還算 蠻有趣 然後 書的質感也還不錯 對 然後 再來是 這個 這個是 baby101的內容 它其實畫風很漂亮 可是內容我覺得是真的比較難一點 就是 小朋友應該要大概到兩歲半三歲 他才可能 對這個東西的認知會清楚一點 而且它裡面字 我覺得也偏難 就大人要做一下功課 這個其實跟剛剛大家討論的 baby old的性質是比較相似的 這動物就比較補充 應該是比較特別的是 economy 這在講 唉唷唉唷 好啦 算了 大概就這樣子